小伙伴们头上有长过这种小哥的吗 有些痒痒的还能扣下黄白色的小颗粒 你说脱掉了还挺少 但这到底是啥呀 其实这是一种炎症叫毛囊炎 通常是因为我们头皮的毛囊受伤了 或是头皮代谢异常 油脂分泌过多 让一些细菌滋生并趁机入侵了毛囊 进而引发炎症 毛囊发炎后会红肿 甚至变成浓泡 甘别后就可能会有黄白色小颗粒 而且毛囊炎有时会比较无赖 会反复发作 时间久了 就可能会对毛囊造成永久性伤害 结果就是脱发 溜了溜了家都没了 其实除了头皮这处重灾区 前胸后背或眉毛胡子等毛发密集的地方 也都有可能得毛囊炎 当然预防方法也有 就是少熬夜少油腻辛辣 少抽烟喝酒 因为熬夜油腻这些会影响皮肤代谢 让病菌有机可乘 你们既然不爱惜身体 可别怪我趁火打劫 那如果还是不幸中枪了 也不必慌 轻微的可以先涂抹一些药膏 如果比较严重了 那就要及时去救医了 但要注意 毛囊炎通常会有些臊痒 而痘痘一般不会 可别搞错了乱用药 总之为了皮肤的健康和珍贵的头发 我们平时还是要多注意点好啊